哈囉,大家好,我是巴九 昨天晚上啊,我這邊搞到的兩份 中共藉由北京慈光影視傳媒有限公司記的兩份 一份是公告,一份是合約書 以及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要如何達到這個統戰台灣的目的 那昨天啊,台灣女藝人何以齊啊 有公布了其中一個版本 跟我收到現在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相信啊,謝和璇也是收到一樣的版本 而如果連謝和璇這麼台獨的人都收到的話呢 那你覺得這個範圍是不是更大 我現在要帶大家一一來看的這個兩個合約內容 信不信交給大家自己去判斷 畢竟我覺得這不是一般人可以掰出來了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這個合作進度流程 第一步驟,由北京慈光影視有限公司 與合作藝人包含演員、歌手、新聞主播、節目主持人、模特和網紅 指定的一家台灣有限公司,簡稱點點點 對吧,這個是簽約之後才會填寫的嘛 我們接著看,合作藝人最遲在2024年6月21號 在其本人藍鉤徽章確認的臉書上發表 足夠新型兩岸關係 除此之外,合作藝人還需發表 足夠新型兩岸關係的當天 在其本人的藍鉤簽證臉書上轉載合作企業的名義 據明發表,關於發起台灣擁核黨舉辦擁核就捐1萬塊 專案活動的公告 這個台灣擁核黨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昨天查也沒有查到對吧 昨天的影片查都沒有查到 很正常啊,因為它還不存在 來,接下來第三點 一旦所徵召的台灣擁核黨黨員創黨 能夠達到政黨法所規範的100人門檻 合作企業就需要立刻啟動籌備 召開台灣擁核黨成立大會事宜 在2024年7月20號前召開 這個第三點、第四點的意思 就是要在台灣成立新的一個政黨 這個政黨的名字叫做台灣擁核黨 OK,那成立這個政黨要幹嘛? 由合作藝人擔任台灣擁核黨副主席 合作企業的董事長和總經理 擔任台灣擁核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 那第二個步驟啊 我們將在2024年7月30號 在維爾金群島註冊成立 海峽兩岸促進和平資本運作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中國大陸國籍的4名自然人股東合計 持有50%的股份 那其他台灣的合作藝人 或是其他的股東啊 占比50% 最遲最遲 在2024年8月30號以前 以兩岸資本的名義 在中國河南省鄭州市註冊成立 河南海峽兩岸影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點點點暫定 兩岸文化將與台灣擁核黨和 河南省工商聯合會簽訂協議 在11月30號以前啊 於中國河南省鄭州市的國際會議中心 召開第一屆兩岸企業家 雍和大會 並且計畫在2024年12月31號之前啊 鄭州市奧林匹克體育館舉辦尊重歷史 擁護和平2024鄭州演唱會 將從下列中國歌手邀請八位 譬如說刀郎啊 薛之謙啊 汪蘇龍啊 李龍浩啊 周深啊 毛不易等等等等 第一屆兩岸企業家擁核大會 將安排1500家河南省各縣市工商業聯合會的 會員企業 以及1000家在中國大陸的台資企業 和600名特邀人士 共3100多人參加 好第五點第六點 我覺得可以忽略 好五六七八 這都是教藝人說 我們成立這個會怎麼賺錢 你們可以用什麼名義在這邊開演唱會 或是做什麼活動可以賺錢對吧 那這個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第九點 兩岸資本將在2025年3月1號啊 舉辦很多很多活動 譬如說 將用3億元台幣啊 在台北小巨蛋辦三場 尊重歷史擁護和平的台北演唱會 1億元用來拍攝20部短劇 每部短劇有80到100集 每集120秒到150秒 這就是中國的那種短劇系列要付費啦 全體演員將由台籍人士 全部在台灣拍攝 那這個裡面是偷渡什麼概念 大家就知道了齁 台灣擁護黨和河南工業 簽訂這個建立戰略合作夥伴協定書 由台灣擁和黨對外公告 凡是在中國大陸沒有經濟合約的台籍歌手 演員、新聞主播、節目主持人、網紅、模特 都可以透過向台灣擁和黨捐獻1萬元 新台幣的方式 成為台灣擁和員的榮譽黨員 那你就可以藉由這個黨員的身份 在中國開放各種演藝事業的管道 更加的方便 答案解惑這邊比較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 發表建構新型兩岸關係的目的和意義是什麼呢? 今年4月喜馬二會 以及國民黨議院總團傅昆奇率16名立委訪中行程 都沒有讓兩岸關係得到實質性的改善 原因很簡單 國民黨現在雖然掌控立法院 但是在兩岸關係的未來取向上 還是說了不算 兩岸要破兵 需要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兩個政黨直接溝通對話 而最佳的對話渠道 當然是建立兩岸最高領導人的直接溝通機制 所以我們在這個構築新兩岸關係裡面 提出了一個所謂對等 可以一步到位的溝通辦法 我們列出了10項 在台灣有十分寬鬆的言論自由環境 可以做到言者無罪 他這個意思是在說政治上的 也確實嘛 通過在台灣發表這個什麼兩岸關係的東西 可以史無前例的改善兩岸關係 實現台海地區的和平穩定辦法 那就有正當理由 就構成了台灣雍和黨 進而讓台灣雍和黨與河南省工會聯合打道全面合作 每年在中國河南省舉辦兩岸企業家雍和大會 成立台灣雍和黨的必要性和副主席的建議人選 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藍綠對壘 本質上就是統獨之爭 但是在台灣實際情況啊 談統缺乏選票 談獨不得人心 唯有雍和是藍綠選民和中間選民都能接受的 因此成立一家能夠凝聚全台雍和人士的共識呢 可以旗志鮮明地表熱愛和平擁護和平的基本態度 並且有能力為兩岸建設和平之橋的 政黨勢在必行 可確實我每次念中共的官方文 結果是中共那邊黨內寫出來的文稿 都是這樣子文周周的念得很牢口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實性還是有的 來重中之重啊 兩年後就是台灣的九合一選舉 台灣雍和黨要成為能夠讓兩岸執政黨都願意 以重的政黨就一定要打好2026年的九合一選舉這一仗 最低程度就是要有一名候選人能夠直接當選直轄市長或是縣市首長 10名候選人能當選直轄市議員或是縣市議員 成為台灣雍和黨的領導層 除了合作藝人可以內定選副主席之外 其他多名副主席必須擔任過行政院政務委員和部會首長 有實際行政經驗的無黨籍人士來擔任 台灣雍和黨副主席的人選一共有7名 無黨籍的人士來擔任 第一名是行政院政務委員經濟部長鄧正中 第二名是前行政院長政務委員張錦森 第三名是前財政部長莊翠雲 第四名是前經濟部長王美花 第五名是前交通部長王國才 第六名是前環境部長薛豐盛 第七名是前金融管委會主任黃天木 這7名候選人有一個共同點 都曾經是剛卸任的行政院長幕僚成員 可以直接與賴清德或是卓隆泰進行對話 將來台灣雍和黨不偏藍也不偏綠 可以是一個遊走藍綠之間的政黨 OK為什麼一定要發表購足新型兩岸關係以後才能創建台灣雍和黨呢? 依據政黨法在台灣 得把他這邊就有解釋在台灣為什麼要成立政黨啊 然後再講這個過往歷史 這邊就不贅述 大家有興趣可以暫停看一下 來接下來 寶島歌王余天在2008年至2012年期間 曾擔任過一屆立法委員 2019年替高智鵬補選擔任立法委員 2020年到2024年期間再次當選立法委員 除此之外 2016年到2022年期間余天還擔任過民主進部黨 新北市黨委第四屆和第五屆的主任委員 以期2023年10月19號到2024年1月14號擔任過賴清的新北晉總的主任委員 分析余天的政治立長發現他並沒有實質性的台獨言論 主觀上並不反對與中國大陸交往來往 如果台灣雍和黨能夠有幸邀請到余天擔任黨主席 那麼在建構新型兩岸關係發表以後 他是完全有說服力可以讓更多民主黨高層轉變對中國大陸的敵視態度 積極推向這個政黨之間的合作 2024年5月24號到28號之間在台北相繼爆發了青鳥行動 在網路上就開始流傳一份罷免24藍營立委的名單 只要不修改罷免法 提高台灣民眾罷免立委的門檻 可以預見在2025年至少三位藍營的立委會收到罷免 哇共產黨都看不看好你們啦都切割啦 台灣雍和黨正式投入選舉的第一站就是在2025年前開打 所以如果我們能當于天擔任黨主席啊 並藉由于天的豐富選屋經驗啊 以及執政黨多位高層的深厚私交 就可以說服執政黨禮讓幾個選區自然不在話下 這樣的話台灣雍和黨就可以在2025年 耀身於立法院成為台灣立法院裡擁有話語權的政黨 好他這邊就講到什麼許國勇啊對吧 林志堅啊 蘇智芬啊這四位都是前民進黨政要 目前在民進黨內並沒有職務 但他們都與賴清的卓龍泰有私交 都出生於綠營 只要他們中間有人願意擔任 台灣雍和黨主席就一定會選擇退出民進黨 政治色彩也能從聲率轉回中心 對吧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可以發現吼 那他們要怎麼說服民進黨的人去反 那去舔共下面就有講 在只要你們這些合作的藝人啊 在蘭勾勾徽章的臉書上有發表這個東西 並且同步發表了這個公開邀請函 宣布啊我們這些台灣藝人組建的團體 台灣網紅組建的團體 想要邀請于天啊 邱三太啊 許國榮啊 林志堅啊 之類的人擔任我們的黨主席 如果這個消息沒有發出去 那這些人可能會覺得 欸就是台灣的藝人還有這些小模啊網紅 希望我們以前民進黨的黨人去擔任他們黨主席嘛 好像跟中國沒什麼關係 所以你看中共真的是很厲害 很會很會這樣規劃 但我覺得 許國榮林志堅有那麼笨看不出來嗎 我們就會掌控很多縣市議員啊 由中國共產黨直接去操控的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合法的讓你們得到很多政治獻金啊 中國那邊來的資金就會合法化的給你們 這邊講了很多 其實總結上面 這些全部的可以發現 這只是中國共產黨 其中透過白手套 達到的統戰手段之一 他肯定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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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計畫 那前面也講到了 跟國民黨有談過 對吧 談過要這個和平統一 要怎麼往和平統一的這個目的去發展 但是他覺得國民黨在這次清鳥行動失敗了 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條路 譬如說他發了十個計畫 國民黨是其中一個 然後成立這個新政黨是其中一個 只要這十個計畫裡面有成功 一個就好了 那其他九個就可以爛尾了 也沒差 這個東西如果被曝光之後啊 我相信中共可能就會放棄這個計畫 那這個預言就不會成真 那就很好笑嘛 一定會有人說 你看到時候沒有成真啊 你們被打臉的 你們這些出來爆料的人被打臉 所以你們是希望計畫成真是嗎 我們就希望他的計畫不要成真 我們才出來講 不是嗎 如果你今天預言一個東西 你收到一個機密 你爆料出去 然後讓這個計畫他們失敗 沒有成功 然後你反過來說 我們造謠 我們再帶大家來看第二個 也是何以奇昨天發布的 關於發起成立台灣擁核黨舉辦的擁核就捐一萬 專案活動的公告 為了大張旗鼓鮮明其次的推動兩岸和平 對吧 他們這邊就前面也差不多 所以我們要創這個黨啊 在6月21號到6月27號之間啊 開放所有符合台灣的民眾啊 自動去申請 到時候我們會打一份創黨的表 然後你們就要填自己的這個 性別年齡職業住址嘛 對吧 還要支援捐一萬台幣 成為台灣擁核黨的創黨黨員 然後你要提供開戶銀行啊 銀行賬戶啊 收款人啊 收件人啊 地址啊 這些東西 通通在7月10號之前完成 在藝人圈圈圈 其本人藍鉤爾會帳上發表 台灣擁核黨創黨完整名單 如果不在6月21號前發布的話 恐怕會失去一次千載藍佛的機會 因為在下個月大陸就要召開 三中全會了 這個三中全會的議題就是 關於經濟嘛 我們裡面所提出來的 厚實上政策建議 明面上受益者是2300萬的台灣民眾 但由於這些對會台政策 都是要在中國大陸實施的 因此14億大陸人民同樣可以受益 才能有效的解決中國股市增長資金不足 指數上漲 乏力的問題 並且增加幾百萬的就業機會 我們頻道從中國放開之後一直在講 中國通縮 經濟很差 股市一直在3000左右在打保衛戰 今年年初更慘 還打到2600、2700 對吧 所以這些東西包含國中兩黨去中國 我意思說要跟中國合作要幹嘛 你是要救他們是吧 全世界以美國為首了 再讓中國經濟制裁下去 因為中國要搞霸權主力 然後你還想要去救他們 中國失業率現在是怎麼樣 你自己不知道嗎 全世界現在有名的叫了出名字的國家 就是中國在通縮耶 你到底跟他合作什麼啊 而且他對我們還文攻武嚇這是事實耶 他這些給你們的錢 都是中國印出來的鈔票 印出來的鈔票 中國印出來的總和已經超過歐美了 那為什麼中國還在通縮 你們拿這些錢要對得起自己的天地良心耶 這些都是中國人民的韭菜 中國人民人礦那些耗出來的錢耶 你要對得起身為一個人 這樣做是對的耶 而且你弄那些錢 是要讓他們更方便的從和平 從文方面去統一我們 作為一個人可以這樣子嗎 除非你們自己小粉 願意是這樣被割的啦 但我相信如果很多中國人民 在全網路放開的情況 他們了解真相 他們是不願意這樣被割的 所以到底誰才是把 中國跟中共分開的 是我們這些反共的人耶 當然啦 這些文件要不要信隨你們 畢竟謝和泉也發了 何以奇也發了 我這邊搞到一些人傳給我 他有收到這樣子的文件 但他們沒有要填共 他們沒有要答應 所以有答應的那些人 我們之後就可以見真章了 好那影片的最後還是要感謝一下 波特王好帥 願意開這一槍 讓其他人可以公佈真相 讓大家可以把這件事情 越變越迷 那當然啦 我們在群組中也 持續在跟進 還有交流 這些事情 還有把我們得到的 不同的資訊去結合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 拜 來吧 來吧